Stand up Roland 附送阿錦 7月7日星期三的Stand up Roland 附送阿錦 我們首先歡迎在台灣的朋友阿錦先 你好 因為最近大縮熱所以我也決定留書 我就是不想和王德崩 王德崩 王德崩 又不記得王德崩 王德崩 因為今天是星座命盤 星座命盤的特色就是跟紅頂白 誰紅就說誰 其實我們從第幾集開始 就變成完全跟紅頂白 總之誰有人氣 誰最近Hit AdHoc我們就調查誰 是呀 因為當初我們收聽眾朋友 Podcast的朋友錢的時候 收他們檢查他的命本 只說他的時候 當然是有其他人投訴 其實說他不關我的事 我聽來做甚麼 是 人家給錢我們 你猜現在好像聽到以前免費電台 那麼笨蛋 當然我也是聽眾的 就是先走的 所以最後還是走回這個 是跟紅頂白的路線 不過這個是 其實我真心說的 我未 因為我現在在台灣 沒有看ViuTV那一部 但是我自己本身 是有看完整套日本版的 當時我在香港看的 我當時覺得 頭一兩集 是掌握到我的視頻 因為我覺得是有趣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看了這麼多集 香港版的感覺如何 你有沒有看日本版 我有啊 這些戲這樣 我怎會不看 是不是 了解我的朋友 搜尋一下我的資料 我在2013年做過些甚麼 好了 先放了兩秒 做過些甚麼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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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我的畫面 我畢竟都做過 另外在2015年 也成為了香港彩虹大使 啊 對了 OK 所以我先說回這個 《大叔的愛》 日本版其實 我覺得《得淡少》 我是頗開心的 不過我一般喜歡過 男主角田田的演繹 因為我覺得 雖然整套戲是卡通化了 但是呢 卡通化得來 我覺得呢 無時無刻都很卡通化那種演繹 還有那種 整個反應都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呢 一來替他累 是 二來我也覺得觀眾會累 就是 小小的點頭 他都很誇張的 日本版的 例如小小 你吃不吃這碗飯了 好啊 那就算了 好啊 不過你又沒有辦法 日本劇集 如果大家真的有追開日劇 只要他一是去到脆劇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演出 是啊 所以我可能也是不懂得演戲的 因為我也是主持出身 不是啊 你不是去過日本發展嗎 你 我去過日本發展 也是做二打六 但是我為什麼不懂得演戲呢 因為那個男主角是透過這套戲 拿了日本的侍帝 哈哈 不知道什麼什麼獎 總之他拿了獎 哈哈 到香港的時候 都知道是爆硬的 但是呢 我覺得 我有一點點東西想分享 還未講 田田 阿木 還有KK 阿斌斌的星座名牌 因為呢 這期王德斌 既然你紅了 不好意思 阿德斌 你明白的了 在電視圈 根同頂白 大家都知道玩了那麼久 明白的了 你也紅過幾次 記不記得阿楠 記不記得阿珍情阿楠 記不記得阿珍情阿楠 記不記得火舞黃沙 記不記得金枝玉葉去做太家嗎 是啊 這些都是其中一些代表作來的 是啊 所以德斌呢 其實我知道德斌不會特別開心的 因為他知道 一個多兩個月後 就沒有人記得這件事了 你不要這樣 不是啊 攝錄電視 攝錄得久的人 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是嗎 我和你呢 因為認識那麼多的前輩演員 我有時聊天跟他們說 鄧麗很開心 他們很淡然 就說 唉 一個月後沒有人記得了 他們呢 也是的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要告訴大家 如果在宣傳期的時候 的確你真的隻手可疑 所有的商場活動 一些雜誌 媒體 一定會拿著你做訪問 其實你很奇怪 因為你拍完之後 可能是說半年或一年之後的事 你已經開始有點失敗了 我那時候的角色是 然後不要緊 當大家不停提醒你 我喜歡你的劇 然後你的人 噢 即是你本身已經在半年之前 演的角色 半年之後享受了快樂 OK 但是最大的問題 當可能你在享受宣傳期的時候 其實你同時當然是在拍攝其他東西 其實你對那個角色已經失敗了 你已經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了 是啊 可能觀眾都不知道 是啊 觀眾就未必知道 但是因為 早幾天我都韜光 特地發表 早兩年 我在電視訪談節目 即開電視的訪談節目 有訪問過黃德斌 大家可以看這些照片 是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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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就是想法看法 他就是我剛才的反應 就是 其實我很理解遊戲的 總之盡情享受 那一下 一個多兩個月的喜悅 大家喜歡我 還有就是 大家明白賺錢的道理 坦白說 我也希望他這次再賺多一筆 雖然現在代言的影響力 就被MIRROR和ERROR搶走 也未必的 可能你這幾個星期 突然有些比較成熟的產品 雖然MIRROR和ERROR也不是代言的 他們有拍過一些關於啤酒的廣告 但是你想想如果用德斌的大叔形象去做這些事情 又真的很有趣 而且他現在不是玩MAN 即不是玩木村那種 而是他玩另一種 可能甚至乎一些女性用品都可以找他 是啊 我看到已經有一個40以上的用品 我忘記了 每次看大叔的愛都有黃德斌的廣告 即是他其實已經 我想整個套裝 都是一個贊助 在這部電影裡 說回這部電影 其實我是開心的 雖然這個 因為除了替黃德斌開心之外 另外就是 你看到有些人說一家大小一起看 那個老爸和女兒是七八歲一起看 有些說跟老婆和老婆一起看 我就在想 咦 那些小孩會問爸爸媽媽 為何那個男生會喜歡男生的 啊 是 但是呢 我就在想 其實這件事是香港平權的一大部 其中一部來的 但是呢 大家不用太開心 因為呢 這一大部之後呢 我相信幾難找到另一齣 BL劇 可以給香港的電視台 是再翻拍的 因為其他BL劇 其實都是 真是很BL的了 去到很多肉賣的 但是大叔的愛呢 他在日本的成功 或者現在 在香港也成功 是因為他包裝到 很喜劇感 很重 簡直是200% 就是 有什麼理由呢 那個人 熟了我老婆二十年 怎會無端端喜歡一個 年輕人的 哈哈哈哈 多好笑啊 哈哈哈哈 他們這個火花多好笑 哈哈哈完就算了 但是其實 那一大部就是 可能直的朋友 即是 即是 異性戀者 是的 異性戀者 你只會說同性 不會說異性 不好意思 我不會說 我只會說同性 異性戀 對於我來說 這個字很噁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這群小眾 我現在才是大眾 OK 接著呢 OK 就是呢 我覺得到什麼 你在說異性戀 太興奮了 你真的 因為那些BL劇 其他呢 實在是太多 太多 太多親戀 太多 真的 很親密的劇情 嗯 但這套呢 剛剛說了就是 大家會 很多異性戀者們 就會覺得 搞笑而已 和老婆二十年 怎會無端端喜歡了一個同事 即是說暗戀了一個同事 很多年 哈哈哈哈 其實呢 現實生活真的有很多這些例子 就是呢 在青春期的時候呢 他們其實 亂的人呢 他可能未摸索得到自己 真是喜歡男性 是 這一集很有教義 是 他們就會將自己 所有的生活 都學習一個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就是 那我讀書 認識到一個女生 跟一個女生好朋友 嗯 那我就追她 或者是 我們很投契 那我們就一起了 那做了女朋友之後 那拍幾年拖 就結婚了 到出來工作 少少錢之後 那就生兒子 那樣 我的而且 我聽過一個個案 是我自己親身 有個朋友是這樣的 他真的結婚 有個女兒的時候呢 他最後中間呢 開始發覺自己真的喜歡男生 那我問他 其實你怎樣知道的 他就說 其實我讀書的時候 做boys girl 那些青少年那些活動 等等的活動的時候 看到其他女生 我認識了我老婆 即是現在的老婆 那我說 那你還會喜歡男生嗎 那他就說 其實那一刻都覺得 自己都會有望男生 但是他不確定自己這樣 他就覺得普世價值是 那你就要跟女生 正常的男同學都是這樣的 那他就 因為這樣就跟女生很多年 結婚了三十個女 到他結婚了三十個女 的時候 可能人生開始定當了很多事情 可能經濟上等等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追求的時候 他就開始 那條癮在想 其實 我對男性都還有一點興趣 好像以前青春期 都會看下他們 留意他們 或者是一些心動的 心跳的感覺 是的 於是他那時候 就上Facebook 那時候剛剛流行Facebook Facebook 過多久 他就去找一些群組 就是異性戀者 但是已經結婚了的一些朋友 知道自己可能是混亂的群組 他就進去了之後 有一些共同朋友 於是他就鼓勵了他去 認清自己的取向 我想說去吃仔 原來他這樣露骨 一來就要吃仔 他認識男生 認識完的時候 他就跟我有一個朋友說 我有一個朋友問他 咦?那你怎樣跟 你對我有興趣 又可以發生性行為 那你平時 你老婆不會知道嗎 你對老婆沒有興趣 那他就說 不是的 我都可以跟他搞東西 那我就交功課 我這樣 就是等於近來 除了大叔之外 日本有位女藝術師 就是宇多田 他都承認了 就是等於 他對… 當然他很… 我覺得他的用字 是比較硬正的 就是他對 他覺得這些字眼 先生小姐 實在太麻煩了 就是太細族了 他覺得 他為什麼不可以 如果我真的喜歡這個男生的時候 那我就喜歡男生 我喜歡這個女生的時候 我就喜歡這個女生 就是不需要給性別 而是用心裡的那種愛 就是真的由深深處去感受 那我看完之後 我都覺得 其實這個世界應該是這樣 因為你說明是愛 為什麼要給一個性別 而去框住了自己呢 是啊 但剛才那個個案子 我再說了一點 其實不關今天的主題 但這個故事很汁 來來來來 總之那個男生 就繼續出去 來不只認識男生 繼續跟他老婆 一個夫妻的生活 隔了幾年之後 我朋友就沒有再見他 再隔了幾年之後 他們遇到的時候 又聊天 你們怎樣啊 都在跟老婆 我還多生一個 那些功課 他都交得很足 那些功課 交得很足 但是 他說宋先生那個 都已經兩歲多了 那他就說 但是呢 現在到我老婆 紅痕出場 那是男還是女啊 他老婆喜歡了另一個男人 另一個男人 對啦 被他發現了紅痕出場 Anyway 那我說 我朋友就說 可以趁機 那你不離婚 我當然不離婚 交我 如果離婚 要分一半給他 你看看 現代愛情故事 我們聽完 反白眼 還有不是的 這個是香港 我想是香港的特色之一 因為你房子太重要了 是的 即是那個家產 因為你很有錢 才關心家產 是的 到達房子 就等於你一生 那你就會想 是的 這集真的很汁 所以 所以各位異性戀者的朋友 你看的時候 雖然很可笑 因為這個就是大叔的愛成功 他將它包裝到劇情 好像超現實 那你呢 直的人看 就算 爲什麽父母會跟女兒六七歲看 因為他們的直人 沒有那個概念的時候 覺得 沒事啊 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的 哈哈哈哈 即是你當看吳君如 用腳趾撩鼻屎一樣 對他們來說 但是不好意思 其實我想跟各位直人說 其實這些故事真的有 即是血淋淋是真的 真的會有發生的 是的 不過唯一一樣東西就是 很少基佬會喜歡 那麽髒的田田 因為田田 其實就是不可能 阿牧又喜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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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阿牧如果真的長得這麽帥 日本版那個 我喜歡很多 是的 那麽Anson Lo也好 是的 因為你多粉絲 你好 哈哈 我想說一件事 因為我有個朋友 剛剛結婚 因為他們正在追求這套劇 但是是年輕夫婦 就是剛剛踏入了婚姻 他就陪著自己另一半看 我看得很開心 因為我想某程度上 都是跟著一個熱潮 那女生就問過自己的老公 老公如果你看完這套劇 你的感受是如何 老公很明顯是值得的 因為他除了他老婆 他說 不過不是的 說真的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案子 有這麽帥 是真的有機會 他會覺得 都不是不可能 我覺得都某程度上 是令大家擴闊了自己的視野 是的 但我也奉勸父母 如果你有幾歲的小孩 問為何他們會喜歡一個男生 就是你們不要說 我很害怕 現在他們會回答 就是 平時哪有可能 那就算了 你真的趁機要少少教 其實男生也會喜歡男生 當然 男生也會喜歡女生 可能那個小孩會說 那我將來會喜歡誰 那將來你就要大一點 你會有抉擇 坦白說 不要把事情再太複雜化 他們都不明白了 說得太複雜 所以 我也希望大家 如果你在看這個節目 可以教育一下 你身邊的異性戀 或者你自己也是異性戀者 如果你除了覺得好笑之外 其實真的會有這些個案子 大家 我這樣聽完 我終於知道原來有這些個案子 因為我感覺那套劇的內容 雖然我已經很接受 男男或者男女或者女女 但是這個這麼活生生的個案子 我聽不到挺驚訝 是啊 因為叔叔那套電影 拿了很多獎 始終這套電影 還不是普及到入屋 那麼多人看到 叔叔也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普世價值 我要結婚生子 到他這麼老 他才去找回自己真正喜歡的那件事 他就說是晚年的同性戀者 所以都是有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先說一下王德斌 因為首先 他是金牛座的 是啊 我們都是不知道時辰 所以假設他是中五出生的時候 他太陽星座是金牛的 而他的上星和月亮都是獅子 所以如果他繼續做這行 某程度上他的霸氣和野心是大的 他心裏的野心是大的 所以你看到他 譬如他一開始說 接大叔這套電影 這套劇的時候 他都說明是想挑戰 即他要不就不做 要不就不輸 要不就不輸 其實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如果真的認識他 你會感覺到 即他是一個 要不就不做 我一做 我就躺身下去做那些 所以獅子座做這行 其實某程度是好的 因為你很多時候都要接受挑戰 但是你有沒有那個膽量和勇氣 他就絕對有那個膽量和勇氣了 而因為德斌也不用了 那個年紀 所以看完他的下降星座 他的下降星座是水平座的 水平座的人 本身對戀愛那件事 好就好在他若即若離 因為他本身水平座的人很飄 但是因為做這行 我相信是填補了這件事 因為你自己的生活 已經很多知多才了 但是你反而 反而在愛情上的追求 你就會 因為我已經在外面 每天都看到 這麼多花天酒地的地方 可能反而去到家的時候 追求的感覺就不同了 而且你一看就看得出 得分某程度上 在感性層面上 他都一定是一夫一妻 就是因為獅子 因為他的月亮星座是獅子座 你就會知道他 最重要是照顧好自己的另一半 令到他能夠很舒適 很不用做 不用休閒那個環境 很明顯就是這樣 他一個人 是 不過我有點驚訝 那時候我兩年前訪問他 他已經是一個很資深的藝人 但是經理人有跟我們的團隊說 德斌不想提及那麼多 他的太太還是老婆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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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心想 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 都這麼多年 為什麼不能提及呢 我心想 這件事很有趣 你看他的升盤 他的十頁星座比例圖當中 只有兩條很長的巴 一條就是獅子座 就是45%的獅子座 另一條就是40%的金牛座 而其餘全部都低於10% 即是白羊、柱女、天蠍、山羊和水平 那這種星座的人 因為他很受到獅子和金牛的影響 這兩個星座 其實某程度上 他對外 即是等於你看 你就用耳人法 獅子的個性 他對外 是一個打仗的角色 但是他的目的是 保護自己的家人 獅子仔、獅子女 或者自己的另一半 但是金牛 最重要就是一個很安全的感覺 所以你某程度上 看他不是那種 即是就算你之前提及過 他有這麼多好的成績的時候 他不會很奢求那些很無形的東西 他反而是要實質的東西 即是錢 或者一些物質上的東西 所以他對家人的東西 反而是實質很多 即是他賺那麼多錢 或者他做那麼多事情 最後的目的 就是他要自己的家人很舒服 整個家的感覺很強 那就足夠了 所以他可能很擔心專訪問的時候 再不小心被記者炒熱了 說一些不說一些 可能令到另一半不開心 當然作為資深的主持人 我是不會那麼容易罷休 當年 我當然是在最後五分鐘就問這件事 狂掌他 但是你感覺到他 他都馬上耍太極 回答得很圓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這個嘉賓 就真的不太想說了 因為我們做資深的主持 阿錦又明做訪譚 就是我們都要盡責 想問一些大家都想知道的東西 但是你感覺到那個嘉賓開始四兩撥千斤 不想回答的時候 那也無謂逼他的 但是我們都要先嘗試問了 可能突然間他出 無緣無故肯說很多東西 你明白嗎 他無緣無故可能會爆了兩句話 那這個都是他的特性 因為他的其中一個特別的之處 其實他的天蠍座也很大影響 因為他的其中一個星盤位置 就是天蠍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填紮公 即是可能在你工作上 或者你對家的感覺 天蠍座的人 其實他某程度上 除了一些很熟 很友善的人 他才可以交個心出來 否則他的心思很細密 很細膩 即是他會留意一些細緻的位置 例如他太太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他家人怎樣怎樣怎樣 爸爸媽媽怎樣怎樣 可能那些位置 他就看得很細小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朋友 他跟你只是泛泛之交的話 其實他都會有個雜的 即是他覺得 我還未可以交個心給你 我未必肯說這麼多東西給你 所以你看他做很多訪問也好 其實他不會硬去搶 譬如說之前的劇 或者就算這套劇也好 如果是一個很歐高型的人 他會立即拼搶自己的社交平台 還不趁機搶多些嗎 但他就沒有這種感覺 是呀 很有趣的 因為訪問資深藝人 他們太多經歷和太細顧的時候 你感受到他們回答是很小心 但是德品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很真摯 但他也是很小心回答任何東西 其實有一個我就覺得 我私底下跟他說 我訪問完他 那個就是張松枝 你知道是誰嗎 我知道 松枝就知道 大家都知道在TVB 會不會不得知 經常都上不到位 這樣就走了 我有一次訪問完他 我私底下跟他說 我說我終於明白了 我說你這麼真的說話 你一定在TVB得罪人 是的 我說你不包裝的想話 想完就馬上說 我很害怕 我替你害怕 所以在這行 你說 有很多人說 其實為何這行的人 感覺上沒有這麼真摯 我說做真 就九成九 除非你的命很好 記者很疼愛你 沒有人去陷害你 那你就可能很得 否則的話 你無論如何都需要 有一點包裝 是的 你越真摯的人 你想想 林浩宜夠真摯 什麼都敢說 最後 他演技很好 他對人 如果私底下對人也很好 但是 他只是可能有時候 不小心得罪了某些人 他都不知道 他也不是有心 他總共有那句 就說那句 喜歡他的人 就會跟他一起玩 但是不喜歡他的人 大有人在 是的 所以慢慢做得久 就牆場越來越厚 但是如果回到大叔的愛 賓賓的命盤 我們就知道了 如果把Edan Anson Lo 他們三個命盤 如果當作一套戲 他們是誰比較配 Edan會不會跟賓賓比較 還是Anson Lo比較 如果我們跟回劇情的透露方式 假設德斌 就會跟Edan在一起 在角色上 因為我也要說回角色上 我就用了他們兩個真實 即是他們兩個真實的命盤去看一看 其實他們 我用生命靈素去看 其實他們是有趣的 如果他們這兩個的配合 他們的前世關係 就是保鏢和格格的關係 即是他們不是一個完完全全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們本身背景一定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因為這個差異感 會引起對對方的好奇心和吸引力 其實某程度上 這個保鏢 即是德斌的角色 即是這個歲數 是會給對方的一些氣質 或者外貌去吸引 即是他可能愛他的人 是比較表面 但是格格就會欣賞德斌 一些關於勇氣 或者骨氣 即是內心一點的 一個就會被外表吸引 一個就會被內裡吸引 這個會容易產生一段轟烈的愛情 不過大部分 如果說他們的前世 他們是敵不過世俗的眼光 所以其實最終是會分手離場 即是根據他們兩個星座命盤 以及如果說他們 假設真的在一起的話 這對一對奇妙組合 他們很極端的 要麼是糖癡痘 要麼是水溝油 但是多數都是互相學習的 所以他們 即是剛才我說過 他們很多時候 那個感情不能夠長遠 或者走不了最遠 即是說最老土的 就是結婚生子 或者伴到你去老年的時候 這一對就會比較難 因為很容易 就會因為一些情緒上的事情 令到他們分開 所以跟劇情的性格都很相似 KK就是黃德斌 他老了這麼多 他會先死的 所以不可以到老了 我想說你跟劇母說 都會死的 是的 那Anson Lo和Edan的本 合不合呢 如果當他們真的 好像在電影裡面 一起住的 可以嗎 假設如果他們兩個 他們的關係 就是80分 即是他們的合作 而且他們的情人眼裡 某程度上 他們都看到對方是很完美的 甚至有一點點感覺 就是夢中情人 但是 當時這些情況 就會出現一些反效果 即是會很容易受傷 因為他們的感情 來得太快 或者太衝擊性 所以他很大機會 就會被一些小小的磨擦 或者一些小小的缺陷 就會令到像玻璃一樣 玻璃是很漂亮的 很圓微的 但是只要一個小小的裂縫 就有機會 就裂開了 還有 如果他們兩個真的一起 即是在劇中 他們兩個一起 其實是會一起成長 以及得到很多快樂 而且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包容對方 但是要知道愛情 是比較難預料的 所以他們兩個 是要絕對的溝通 以及坦白 否則就會很容易 以氣用事 而相助對方之間的感情 都很像他們在組合的相處 組合也是這樣相處 對 但是我簡單點問 這些雖然是無聊的事情 但也想問一下 如果他們三個 哪個配搭哪個配搭呢 如果你算談戀愛的話 其實是德賓和Edan比較好 是嗎 是呀 但是金牛困到水平嗎 他們說如果他們的配搭 但是如果你用星座命盤去看的話 其實真心地說 三個都不合 三個都不合 如果你說要合 都是Edan和德賓比較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Edan的月亮星座 假設他是下午出生的話 他是巨蟹座 他某程度上 他的太陽星座是水平座 水平座的人 他沒有什麼主見 但是你想想 金牛座的人 會有實質一點的東西 而且他會比較顧家 所以某程度上 德賓可能會 好像說真的一樣 德賓是會包容一點 和體諒一點Edan的皮靜 即是他飄來飄去都沒有所謂 他會捉到他回來 對了 但是反過來 你說如果巨蟹 因為Anson Lo是巨蟹座的 然後再加水平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本身是很需要別人 去注意自己巨蟹座 是要這樣 即是我的存在價值 是來自對方給予我的愛 但是水平座本身 這個人這麼飄 他怎麼會讓你覺得 我真的很需要你 其實我真的可以不需要你 那就變成他們兩個 就沒有那麼高分 是啊 還有就是我們錄影錄音 那晚就是星期五晚 我們剛剛看完 我就剛剛看完 才和你錄這個節目 剛剛那集 最後的時候 他老婆就發現了 他和田田在一起 即是他有解釋給他老婆 那個田田就是他 不是天娜 然後老婆就說了 他不知道說了些什麼 你跟我收聲 德賓做了一個 很害怕老婆 縮起來了一塊 然後靠到Edan的位置 嘩 笑死我 因為他真的做得很好 又不是很鏡頭 但是又知道他很怕老婆 然後呢 靠到自己喜歡人的位置 嘩 這些就是戲 雖然他那時候 訪武王莎 那些演員而已 但是不是積落積落 那些經驗的戲 擠到這些位置 其實真的 德賓是贏了的 因為呢 其他始終還很年輕 很多事情都是做在表面那一陣 對 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從裡面滲出來的 那些 很正常的 但他們都稱職的 但是德賓那些就是在裡面 在心裡面 驚出來 然後這樣捱下去 還有難很多的 你想想 很簡單 剛才你提過的德賓的形象 對於大家來說 他以前的角色是在男人裡爆 對呀 還有就是保護人的角色 但是你現在是令到觀眾們可以完全不記得你之前那些角色 就是沒有受到那些角色影響 而覺得你真的是那個大叔 那是厲害很多的 是啊 也都有人擔心的 就是很怕TVB看完他們成功 因為呢 第一個星期 第一集有8.7的收視 是啊 很厲害 我和你開過盤 我們出交星期三應該已經出了收視 是的 我猜 11點 即是你覺得過到10點 我覺得 11點 那麼厲害嗎 我覺得10點鬆一點點 我覺得原本應該是9點幾到10點幾 因為我覺得這個星期 我覺得這個星期這麼說法 會再多些人看的 是啊 再不是結局編可能達結局那個星期 10點 那是不是到了11點左右 但是有些人就說很擔心TVB 看到人家成功又拍了一些BL顆就糟糕了 你也知道TVB 其實我真心地說 你問我裡面有沒有一些新進演員可以做到 我覺得有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去拿捏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那些角色 即是譬如本身在MIRROR裡面的每一個新人 其實他們是沒有設定的 那大家亦都覺得他們很新鮮 那很新鮮拍這些劇當然可以 如果你要一些已經很有資歷的人 即是如果你想想大叔的愛 全部都是一些資深的演員拍 其實那個接受能力要很大 我要洗腦洗很久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可一不可再 因為大叔的愛是大叔的愛的故事 如果你無緣無故寫一個很本土的BL戲 一般觀眾是未成功的 現在是剛才說來講 它都是日本的成功 而且就是ViuTV聰明就聰明了這件事 我無緣無故做了這個娛樂盜賞團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你來交通一下 是的 它的成功就是 因為我有看一些訪問 就是這部電影的導演 推銷給老輝 他說我想拍一出開心的電影 令到香港人開心 我想這個參考是大叔的愛 但是老輝就說不用參考 其實不如談談 可不可以買個Write回來拍 是 這樣而已 但是因為 坦白說 如果只是自己寫 可能大家寫不到 日本的節奏這麼明朗 這麼搞笑 日本的勁就勁在七集裡面 搞定所有事情 白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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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香港人很喜歡寫的東西 就很喜歡 每樣東西都說一下 你拖拖一下 你就受不了 所以我覺得 那個平權一大步 是做了一點的 但是各位同志也不要奢望 有另一套的BL劇 這麼快出現 因為 除非再買一個Write回來 但我 以我的好機的朋友說 暫時未想到 另一套可以給香港買哪一套 因為口味問題 因為香港這次這套劇的成功 其實我們來來去去講的那些位 你想想 現在我雖然在台灣 我最多人討論的 其實不是他們那條愛情線 而是他們的表情圖 就是 大家其實是在看 是等於導演說的那件事 其實他成功地 帶到一些快樂給香港觀眾 但是你說背後的意識 不知道的 根本沒有人管 香港哪會更深奧 是啊 就是覺得好笑 就是剛才那個例子 等於你小時候看 吳君如用腳趾弓 尿臂屎 哈哈 黃德斌這樣 哈哈 但是背後那些事 大家如果有聽我們就 教育一下你的朋友 是咯 好了 多謝阿錦 那我們下個禮拜 才再見你 星期五有這個 Gary師傅 法昆師傅 就會說一下 究竟如果在公司 或者辦公室 擺些什麼的神靈 是旺你做生意 還有很多 台灣人都是 很多時候把祖先都會 放在家裡 是啊 就是好像香港 很多人都會 拜祖先 拜祖先 那我們就會說回 法昆師傅 會說一下大家要留意 什麼地方 還有很多人做錯了 什麼東西在家裡 嗯 這件事很重要 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阿錦 多謝Podcast 和YouTube收聽收睇的朋友 YouTube的朋友 都可以 支持一下我們的節目 好不好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